一靠近海岸 就要面对赏金人群指指点点 虚金如果会说话 会不会也在议论人类 像是低沉的引擎发动声 其实就是虚金在唱歌 或是发牢骚 早在1970年代 人类就发现 精类会唱歌的秘密 却始终无法一探究竟 最新研究方法 是从三只搁浅死亡的虚金身上 取下发声器带回实验室 在受控条件下吹入空气 观察哪些组织可能会震动 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不同 虚金没有牙齿或声带 但有一个U型的组织可以吸进大量空气 还有一个由脂肪和肌肉组成的巨大软电 是其他动物身上都没见过的 透过呼吸将这U型组织推向巨大软电 就能发出鸽声 对虚金来说 要在茫茫大海中寻找灵魂伴侣 只能靠声音互诉钟情 研究结果却令人忧心 因为他们的歌声在嘹亮 也无法和航运业的巨大噪音相抗衡 大海新闻 江玉婷编译 您